大家好,這裡是妹妹物語 這部影片要來分享全遊戲Top10最強的BOSS難度排名 排名是依照我個人遊玩一週目 使用花棍或青棍搭配P棍重擊來打的初鍵感受 沒有過多的練等,且大多都是照順序打的 如果有哪隻BOSS你覺得超強但沒上榜 或是我覺得超難打的卻被你輕鬆裂 也歡迎底下留言分享喔 那就一起來看看Top10BOSS有哪些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要先感謝一下會員 以你的支持,我才能繼續做優質的影片喔 首先第一名能打的BOSS必須要給幽魂一票 作為黑神話悟空的大樹守衛 一進遊戲沒多久就要打他 這時候等級還很低,天賦沒一點幾點 法術也才學了一個定身術 只能用最普適無法的輕攻擊和翻滾與幽魂過招 可以說是最吃基本功的BOSS 我自己第一次遇到幽魂的時候也沒想到會這麼難 不是說好不是魂系遊戲嗎 怎麼才沒打幾隻BOSS就這麼難打了 尤其也要超不明顯的近距離開擊 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打過來的如來神掌 非常勸退新手 還好一旦過了幽魂之後 後面的BOSS相對起來都會好打許多了 幽魂應該是我第一張死最多次的BOSS了吧 第九名給到第二張的虎仙峰 一出場就在一大片血池裡面 非常的是血霸氣 他大概是遊戲裡玩家第一個遇到的快慢刀BOSS 要打不打的攻擊非常難躲 需要時間適應 我自己大概卡了一個小時 是前期的一大惡夢 個人覺得虎仙峰這麼來的地方 就是他的飛天攻擊 可能在天上的時間特別久 特別的會拉桿 老是翻滾翻的太早 都滾完了才打過來 另外虎仙峰還會時不時釋放通通鐵壁 碰觸攻擊的同時 引伸起來從不同角度攻擊過來 也是個攻擊手段很多樣的BOSS 第八名難打的BOSS個人認為是第六章 在豬八戒肚子裡得BP狼 第一階段還算正常 最難的是 當血量得到四分之三的時候 會進入二階段 變成紅色的樣子 速度更快 普攻變成有殘隱的樣子 整個糊在一坨 根本看不清楚什麼時候會砍下來 什麼時候該躲 除了之外還會飛來飛去的 搭配多到誇張的連段數攻擊 進攻的機會很少 但這個時候已經到遊戲的第六章 攻擊手段已經很豐富了 不然我想這隻BP狼絕對是超級難打的 第七名給到亡靈關 他是第六章最一開始就會遇到的BOSS 長得超奇葩 頭是一個手掌的樣子 並有一對翅膀 如果有最醜BOSS排行的話 亡靈關可能會排第一喔 亡靈關最難打的地方 是他那一對翅膀會一直跌倒 不能無腦的亂打 要挑選時機攻擊 另外還有他的技能會飛來飛去 還有像馬戲團一樣 騎著單輪車滾來滾去 視角要一直轉 追著他搞得頭很昏 但要不能不頂好他的一舉一動 不然也是等著被砍爛 亡靈關血量得到四分之一的時候 還會進入第二階段 被他單手抓起來躲到空中 並用火焰包圍住 強行縮小戰鬥場地 這時候他的飛天視角更難受 因為場地變小 變得更要往上抬頭看 把這種互飛的BOSS 真真的很難受啊 第六名是第五章的最終BOSS 夜叉王 他也是非常帥氣的BOSS 在釋放招式的時候 都會霸氣的喊出招式名稱 但同時這也是他最噁心的地方 而只要把手變強 回超大範圍攻擊的招式 夜叉王會分一下喊一下 那題是招式名稱 明明只有四個字 山崩地裂 打四下招式名稱都喊完了 還繼續揮地理一下 超容易中招的 要喊五下就把招式名稱取五個字的啊 另外還有一個很難讀的招式 就是飛簷走避上天 快下來手插地板 讓地板衝出剪刺 並大喊一聲廢物 有時候還會有 第二段範圍更大的刺 從地板刺出來 這招真的太帥了 但這招手上也是一種享受啊 第五名給到六丁六甲的鷹虎 如果第三章一下烏龜 就來解鎖畫卷之線 直接來打鷹虎的話 覺得是超級難的 鷹虎的攻擊大部分都是快慢刀 不能一看到就翻滾 要抓走時機 而且打一打後 鷹虎會喊出 夜影 接著隱身後衝出來攻擊 重點是就連隱身攻擊都有快慢刀 有些要一出來就躲 有些只要等一下 鷹虎最難得的一招是 隱身後突然出現 並吼叫一聲 打中後會進入處決動畫 這招完全沒有前搖 只能依靠反應速度 最誇張的是這招竟然還是範圍攻擊 我十次中招九次 成功躲過那次還是運氣好按到翻滾 而且就算到後期來找鷹虎練習 也沒有辦法每次都獲勝 強度絕對是名列前茅的 接下來第四名是大聖殘驅 作為遊戲的最終BOSS 難度自然也是不在話下 我們會的招式基本上他也會 新攻擊的時候會完美躲避 並留下一個假身 蓄力中棍的時候也會被躲過去 或是直接試破 而且只要一拉遠 問題就直接丟過來 不給我們蓄力的機會 還有大聖使用蓄力出滾的時機也很難抓 嘗試了好幾次都躲過去 這本就是天命人的強化版 在進入二階的時候 他會把根器全部躲走 導致天命人脫離大聖模式 並讓自己回復力量 削弱敵人的同時強化自己 真的是太作弊了 換成他變成大聖模式 技能全面強化 大聖殘驅有一個特別之處 那就是戰鬥時能觸發的動畫非常多 而且畫面可以說是嘲諷拉滿 如果被他的抓技給逮到 他會像浩克揍洛基一樣 把天命人甩來甩去的 或者在他使用銅頭鐵地的時候 被他防禦成功 大聖會把你踢向空中 打一套後竟然不殺了天命人 還用腳把武器踢回來 其中最有趣的是在回血的時候 大聖會用定身術把天命人定住 把狐狐搶走 喝了一口後再丟回來 這也太嘲諷了吧 我們使用定身術都是抓緊時間輸出 大聖完全沒有在管這些的 只能說不愧是大聖啊 強度排名第三 我認為是獨敵大王 作為第四章的隱藏Boss 如果是順動來打的話 絕對是超級難打 獨敵大王最接手的地方 定是所有攻擊自帶毒屬性 而且都是大範圍的攻擊 可容易就把衝突量表累積滿 暴扣一波血量 因為他的纖維攻擊都相當的快 尤其是閃電五連邊 小寶國看來都會敗開為師 連招多段傷害範圍大 獨敵大王的攻擊頻率相當的高 並且花樣也多 雙反覆打好幾次 才能進出所有的招式 在當你以為進入他的招式順序時 獨敵大王的血量到了一半 每個招式的連段數還會增加做變化 你以為是閃電五連邊 其實變成了六連邊啊 以為可以輸出了 你得被暴打一波 我自己也打了一個小時 才完全熟悉他的所有招式 可以說是設計相當用心的一個Boss 最強的Boss第二名是小黃龍 小黃龍是四小龍之手 屬於第四章的隱藏Boss 以為就和前面幾隻龍一樣好打 但在初次見他時 完全沒有想到難度會這麼高 小黃龍的血量非常的厚 打他的時候感覺在抓癢 而且不只是血量多 攻擊也很痛 根本不像是第四章該有的強度 想要拚傷害把他一次打死也不太可能 只能正面操作了 在把血量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小黃龍會把刀插進土地交換雷電 並飛往空中 這時候他會先衝刺個好幾次 這招非常難閃避 有些衝刺有前搖 有些沒有直接衝過來 只能靠反應翻滾獨底運氣了 飛天衝刺完後 小黃龍正式進入二階 之前的招式都會延伸出變招 明明才剛習慣 卻又要擔心他到底招式出完沒 還有沒有連招 雖然攻擊頻率不高 但每一下攻擊都是刀刀見血 是相當難打的一個Boss 最後第一名 是遊戲的最強Boss 我認為就是楊簡 沒有愧對他稱作二郎險勝真軍的頭銜 以及作為真結局最終隱藏Boss的強度 楊簡不只是強而已 他很傲慢的人設 戰鬥中會白目的瘋狂嘲諷 我看楊簡大概也是最欠揍的Boss No.1吧 首先楊簡的血條就宇宙不同 多了一層甲 那這層甲沒有消失之前 攻擊打到楊簡身上都會被格擋住 這層甲導致了最簡單的重擊流很難打他 最好要用連段數更多的輕攻擊才能更有效的削減護甲 但想要跟楊簡用輕攻擊過招絕對是閃不開 各種快慢刀要砍不砍的攻擊 連段數超多 好不容易以為全躲開了 還有兩隻臭狗撲過來 好好的攻擊時機都被狗給打斷了 當打掉楊簡4分之1血量的時候 他會突然喊一個很霸氣的開 進入無敵狀態並飛天 會五超巨大的斧頭皮下來 這就是進入楊簡的二階段時間 二階段的楊簡會多了一個群遊戲最悲覽的技能 先都打到一半突然不打了 開始講幹話 因為是個大好時機 準備蓄力一棒敲過去的時候 楊簡一個不及不許的側身輕輕地躲過 真的是讓人很氣啊 而且他的側身躲中棍 無時無刻都可以躲 之前他放招放到一半 還是會有一個側身躲開 不知道是在瀟灑極點 當楊簡顯量的打1分之1的時候 又會突然狂笑 進入無敵狀態並飛天 他只使用雷射眼 無規則亂射 只能一直跑一直翻滾 祈禱不要被打中 雷射眼射完之後 緊接著就是楊簡最帥的萬劍絕 揮舞好幾把劍刺過來 只要中了第一下 基本上就會被連續刺到死 最後便是楊簡的三階段時間 以為難關都度過了 其實才正要開始 槍按斧頭會被附魔 配上蠻不講你的連招 還有時不時釋放的萬劍絕 和各種華麗的招式 楊簡有三階段的戰鬥時間 並擁有超厚的血量和超痛的攻擊 我想稱之為全遊戲最強的BOSS 一點也不為過喔 那以上就是黑神王武功的 Top10最強的BOSS囉 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出手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給大家看 最後還出更多黑神王的朋友內容喔 掰掰掰掰